第一次我就是真的抱了很大的期待 想說萬一入圍女配角 結果就是入圍的主持人 可是女配角是賈靜雯 她是女主角 波雪芙跟賈靜雯 她是女主角 波雪芙 女配角是特別好 我也覺得沒得痛 對於再入圍的主持人 你問你給你問完 真的還蠻開心的 沒想到跟剛好很多分開之後 還有機會入圍 我就覺得說 原來你自己還是有能力的 她大概一直有多什麼嗎 因為她會一直說 你要不要先準備得獎感言 我就說不要很噁心 得獎感言的人通常都不會得獎 所以我都一直不準備 但是就默默的在心裡一直想說 其實第一個就是大喊一次 今年節目有入圍 那單此時 此時是賈靜雯入圍 你念在那個蕭敬騰的婚禮上 我有看到她 你有不開心 其實是我真正最大的遺憾 是此時此刻沒有入圍 第一次我就是真的抱了很大的期待 想說萬一入圍女配角 又入圍主持人的話 那我不是整個人就是爽翻天嗎 結果就入圍了那個主持人 可是女配角 可是女配角是賈靜雯嗎 她是女配角 郭雪芙跟賈靜雯 妳主角 郭雪芙 妳當天的蒜草會多厲害 我目前有幾件 我看光看照片就覺得厲害 可是還沒有試穿 就是不是以露為主 是以大氣為主 可是克菲克她的妝容有點透露 她透露什麼 好像會比較透露 是大膽 很誇張 怎麼那麼沉不住氣啊 幹嘛破梗啊 我怎麼這次沒有要露 我已經露了20年 妳還想看喔 還是好看啊 還是好看啊 那星光一定要咧 這樣怎麼拿出來 你有破梗嗎 還是如果現在要露給妳看 可以 那妳到旁邊那我給她 我覺得現在追求露是一種 就是很故事的想法吧 我覺得穿起來好看 或是時尚或是有趣 或者是有記憶點比較重要